全民风氏族 世新大学打造 声光效果十足的 曾经是中场秀舞台 领先学界及业界的 摄影桶空间和技术 全世界大学中 唯二的智能设置基地 一座位在美国 南加州大学校园 另一座就是在世新大学里 世新大学这个摄影桶 是去年2021年 12月25号落成 南加州大的摄影桶 是厂商用产学合作方式 去建立一个实验基地 世新大学是自己拥有 这么一个投资建设的摄影桶 这个摄影桶的特点 刚才我们上档介绍 今天是一个 强强联手的部分 原因是我们刚才讲到 世足赛是全世界 收看人口最多的一项 运动赛事 收视最多的是足球 是世足赛 全世界的目光 那么中华电视的5G技术 在今天我们要做完美的结合 世新大学智能设置基地 摄影棚特色是结合四面弧形 180度LED荧幕 两侧还能折叠成为270度环景 头顶上的10公尺大屏幕 也是整体视觉效果的呈现之一 LED画面与摄影机联动 让后期制作片段内容 在事前就制作完成 减少影片制作时间 灯光效果也更加先进 过去我们在做7天到8天左右的工作天的 这个荧幕的作业 这个棚内作业 我们在这边一天就可以处理完了 这是第一个特色 第二个特色呢 如果各位在用心脸去看到我 我现在我的眼镜上面的光的时候 现在上面是有打光的 可是这个棚呢比较特别 它不必打那么多的光 它直接靠着我们这个LED的 像头顶这一片的荧幕的光 就直接就变成我的光线了 那这个光线下来以后呢 它就变成一个我刚刚特别提到的 叫沉浸式 所以沉浸式就是说 它不会穿帮 像以前我们在拍片的时候 最怕就是眼镜啊 或者是身上亮片啊 会有反光嘛 那这个棚 这个打出来的光不会穿帮 因为它的光是叫行进光 即换灯光 搭配超炫效果的虚拟球场 世新大学在本届逐赛 16强赛事中 特别打造巨星中场秀 让观众亲身感受 全台最大混合实境智能摄影棚 呈现出来的效果 记者陈敏伦 台北报导